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想象到那个人是吸毒吸得一塌糊涂搞得人生搞得一团糟 然后在黑道里面打架杀人拿枪 你感受不到 为什么感受不到 因为改变了 他不再是那样一人 生命可以改变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盼望 其实我在看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 不知道曾波曾妈妈就是人杰的父亲他们怎么看这个孩子 他们很想要有一个儿子 然后前面几个都是女儿 终于生了一个儿子 好高兴 好兴奋 有一个儿子了 然后这个儿子的前面三十年 给他们惹出这么多的麻烦来 那个心理是什么呢 那个真人杰的爸爸有人讲说他进监狱的时候 去跟他爸讲说爸我要进监狱了 爸爸拿着报纸看 然后说哦 好 然后他回来的时候 爸爸说你怎么回来 那心理说哎哟天啊我儿子你赶快去吧 你赶快进监牢里去 你到监牢里去少惹一点事 虽然看起来我想听到那一段我觉得蛮好笑 可是我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 一个父亲我觉得说我的儿子你干脆去关吧 你赶快去关吧 你关一关神才少惹一点麻烦 其实我相信那个背后是一个很深的绝望 你觉得天哪我怎么会弄出这样一个儿子来 他怎么会走成这样 父亲的心那是多伤心的一件事情 其实不只是爸爸妈妈疼他 他的姐姐非常爱他 他生命当中影响他最深是他的姐姐 姐姐很疼他 即便到美国了他最无助的时候 打电话是谁是姐姐帮他 姐姐挺他姐姐爱他 他的父母亲是很认真的管教他 在节目里面他提到 其实父母亲是会揍他 是很认真的管 他的父母亲觉得我们这么认真的管他 怎么样呢 他还是变成这样 姐姐说我这么爱他 怎么样呢 他还是变成这样 人家自己呢 他也很认真的说我要改变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怎么把我的人生搞成这样子 老婆跑了 这么可爱的孩子家毁了 你记得吗 一个黑道大哥 他的节目里面讲到说 当他情况最不好的那段时间 他天天坐在家里面做什么 哭耶 他每天坐在那里哭说 为什么把我的人生搞成这样 他很想改变 把自己关在高楼上 想要戒掉 想要改变 父母亲很严格地管教他 没有用 姐姐很爱他 改变不了什么 自己下定了多少决心 想要戒 可是戒不掉 虽然这是人间两季的节目里面的第一集 我相信你跟我一样知道 他坐在这里 你就知道 有盼望 他的生命是改变 你也在问你周围一些人 很担心 很烦恼 很失望 甚至 很绝望 试试看到神也进来 生命会改变 他的姐姐在急无助的时候 跑去信耶稣说 因为我没有路了 为你周围一人 愿不愿意试试看 到耶稣里进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 谢谢你在人间的身上 我真的看到 在你里面是有盼望 在你里面 你是我们绝望当中 生命里面那个盼望 我为电视机前 学的朋友 生命也正在那个绝望当中 求你成为我们生命的盼望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